大家午安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這幾天呢 美國的海洋暨大氣科學總署公佈了一個資料 就提醒大家 現在呢海水溫度呢 有開始慢慢的在這個上升的趨勢 最主要是在這個東太平洋靠近赤道地區這塊的海溫 如果比較高 現在來說的話我們這邊在這個赤道地區我們在這個西太平洋這邊的確是比較高啦 所以呢已經有三個颱風的影響 那最主要是關鍵這個地方這個地方如果海水溫度比較高的話 就是會盛陰現象發生 所以我們看現在有很多很多的預測 在每一條每一條線就是預測 如果呢比這個高一點就是盛陰比這個低一點就是反盛陰 現在全世界各大的氣象的研究的單位都預估 今年呢恐怕到今年的下半年到明年的年初 恐怕會遇上一個盛陰年 盛陰反盛陰對我們大氣的現象都是不利的 特別是聲音的現象對台灣來說的話 恐怕我會遇到一個很熱的夏天 颱風也會比較強 這個請大家一定要很介慎 減程的來看他 看後續的一個變化 今天呢事實上蠻令人這個 難過的一件事就是說馬來西亞航空 清晨的時候呢有一架 飛機 目前來說的話是失蹤的一個狀況 不過呢以現在來看的話似乎 暫時的可以排除一些劇烈的天氣的因素 因為附近來說的話沒有很強的對流系統 但是呢要留意是不是有晴空亂流 或是其他的飛機的因素產生 希望呢大家給他多一點這個祈福跟關心 那台灣來說的話今天這個北部呢 明明都一直下著這個雨 滴滴答答的 最主要的各位來看這個就是一道這個封面雲系 主要的結果在這個地方 那事實上在整個中國的南方的這邊就有一點淺色系 就是大片的這個低層的水汽在這個地方 剛好呢這邊有一點冷空氣下來 所以 基本上今天入夜之後呢就會有一些明顯的這個雨勢喔 事實上這邊來說的話就是一個明顯的一個封面 這個封面呢主要的結果在這個地方 他後續還會發展起來會帶動起來 所以今天來說的話 晚上的月晚開始都會有一些雨勢的 很麻煩一直下一直下一直下 你會覺得很難受啦 雨這波雨什麼時候停這個大概要到了禮拜天 就是禮拜天的中午過後下半天開始 過了之後就會慢慢的轉晴當中 不過基本上不是全台灣都下雨喔 是就北部 陶珠苗以北有雨勢其他各地呢除了中部山區其他之外 偶爾就是多雲啦 多雲 南部來說的話甚至有時候還可以看見陽光南北的天氣 差很多 你會覺得說兩套不一樣的一個 南部是春天北部是冬天的感覺 那未來情況呢 基本上這個高壓是在冬移當中啦 不過未來這幾天 事實上大致上還算是穩定 所以 請大家好好把握 等於禮拜天下半天到禮拜一的時候 你可以外出多一點運動 接下來呢 各位來看 這個大陸的這個中國的東岸 事實上還是一波一波的高壓 一波一波的氣氧 下來移出 下來移出去喔 所以下禮拜 還是跟這個禮拜的天氣是差不多的啦 還是有高壓影響 溫度還是會降 還是有風面雲氣 但是水氣目前來看的話 預計不會有上個禮拜那麼多 稍微少一點點 一點點 但是不會很多 還是偶真雨 所以我們看一下雨區的部分 明天來說的話 今天晚上到明天 北部呢 到上午的時候 還是有一些這個雨勢 東半部有一些機會 那未來呢 預計會稍微減少一點點 週一週二週三是算是緩和的啦 那新的一波大概是週四的時候會接近 我們來看風的部分喔 這個就是所謂的這個東北風又在增強了 所以這幾天呢 今天來說的話到明天白天就是屬於涼涼的 那另外水氣歸水氣風歸風 接下來的就是未來就是一個 稍微轉換的 吹東風 然後應該是會回溫 但是接下來的 新的一波各位來看 3月12 13 14號 又一波又再下來了 不過現在這波再強了也沒有像過去冬天那麼強 但是預計的下禮拜四五那波 預計還是會冷到這兩天的感覺喔 要稍微注意一下 最近的這個速度很快 那預期呢什麼時候會放晴 什麼時候真的會回到一個春暖化的天氣 請大家要有心理準備 3月下旬了 因為現在才今天才3月8號 3月下旬才會在北部才會明顯的轉晴 所以北部的這個天氣 周日周一周二周三 預計呢 周日的還是偶正雨到下半天會轉晴 周一還是偶正雨 那預期的 到了這個 周二周三好一點點 周四又一波 那溫度呢 預計從周日到周一的時候特別是周一周二的時候會慢慢的一個爬上來 但是是白天但是清晨還是12 13度還是有點冷的感覺 南部就跟北部天氣不一樣了17到24度 等於是說南部的高溫 就是北部的地溫 反差很大 還可以23 4度差別很大 請大家如果拿來別網要注意一下 我們給大家的建議 北部入夜雨是明顯的在增加了 溫度呢在下滑而且轉濕冷 要留意一下 周日下半天到周一有空檔 請大家好好把握 可以外出運動 特別是北部的朋友 另外呢近期北部跟東部還是偏濕涼 可能呢 要到這個 3月的下旬 才有可能 轉變為另外一種天氣形態 在下旬的下旬